林美芬耀究議 from EA talent 大家好 我是 kritolog言 現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龍王 關 escrito這一追加strej 是我的目錄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動機及調查方向 然後針對我們所查出的資料簡單做個統整 最后分析我们所制作的调查表单 那会让我燃起想要去探讨相关议题 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对电视上的各种悬案很感兴趣 也一直很不明白为什么台湾的司法要这样操作 另外当时杀警案的发生 除了迅速登上台湾的各大新闻版面之外 更是让我重新回想起的那一份好奇 也就促成了这一次报告 官员研究目的的部分 我想先了解废死与死刑之间不同角度所产生的观点 再来了解青少年和社会对于死刑之间异象的异同 最后进一步深入废死团体在这方面所下的定论 那我们是在找到主题之后就全力阅读相关资料 而后针对高中生做相关问卷调查 最后给出我们自己的见解 及建议 以下是文献探讨的部分 是我在整理过两位检察官的研究所提出的观点 若是一个国家没有死刑 很容易引起人民贯彻以牙还牙的思想 将会使社会更加的动荡 虽然死刑无法追回事者 但却能或多或少给家属一小部分的安慰 死刑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能够有效的警惕示人以及那些将要犯罪者 普遍观点更认为 若是犯人离开受刑处便有高机率可能再犯 且若是一直待在监牢中又何尝不是一种浪费纳税人的钱 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摩坎表示 一次死刑的执行将可以有效减少五件凶杀案的行程 最后当然就是民众认为 这是一个对无辜死亡性命的尊重 以下则是反对死刑的一些论点 其实台湾的死刑并不如我们一般民众所想象的严谨 更多时候可能会爱有一些民粹压力或是法官的个人判断 而且台湾在98年公布实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生命权 此条约虽然未规范缔缔约国需要废除死刑 但却有权限制死刑的执行 这张图表是费死联盟于2022年左右所提出的 那红线的部分分别是死刑执行术 局限是死刑定验术 深绿色的是暴力犯罪发生件数 权利色则是故意杀人发生件数 那其实可以看到2007年到2009年的这段时间 停止执行死刑反而让犯罪率明显下降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台湾的死刑跟犯罪率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简单找了两个案子做对比 分别是陆正案跟翁仁贤案 陆正案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血统绑架案 在上学途中遭录被告秋和顺在一时失手将其杀害 于民国一百年判处死刑 但在八年之后重启调查却发现 当年有很多证词是利用言行逼供的方式取得的 也缺乏很多关键性的证据 已经严重侵犯了秋贤的基本人权 翁仁贤案则是因为小时候的被害记忆 长大后又觉得被家人欺压 因而痛下杀手 在法庭上又一再的藐视法官 经法官鉴定无救化可能之后 于2020年执行枪决 以下针对战层费死的民众进行追问 那意见大部分都集中在 不能有效遏止犯罪 违反人权 以及剥夺死刑犯的悔改机会为大宗 更多是从人道角度出发来看待死刑 这是去年经文台统整的 社会人士对废除死刑的看法 那其实可以看到 普遍民众仍然是非常不支持废除死刑 以下则是我们针对高中生 所提出的问卷调查表单 这张图表是我们想要 与社会人士的看法 做对照所提出的问题 那其实可以看到学生们 也是普遍站在支持死刑的这一边 这张图则是开放式的问答 大家纷纷提出自己觉得 替代死刑最好的办法 答案也大部分都是具有 强烈惩罚作用的方式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高中会认为 死刑会降低犯罪率吧 另外灰促成这篇小论文 主要还是当时的杀警案 这也让我很好奇 现在高中生对相关报导 心态上的影响 那其实可以看到 受刑影响的占级少数 并一直支持死刑为主 根据以上的文献探讨 及表单结果分析 我们总结出了以下三点 分别是民众基本心态 国际人权趋势 以及我国折中办法 那台湾大多数人民 认为传统上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的想法 并认为最大二级的罪犯 应该再浪费社会资源 关他养他 目前西方民主社会 也普遍认为 没有任何一个体制 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 使得越来越多国家 在死刑判决方面 越来越小心 最后当然还是要提提 我们自己的国家 除了在行则的认定 更为严谨之外 部分罪行也不再处以 唯一死刑 其次 针对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 法务部采取技术性拖延的方式 使我国近年来 死刑判决人数大减 经过这次研究 我们认为不该贸然废死 正在民众的观点来看 一直怪在监牢中 除了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之外 若是哪一天罪犯 假释出狱 政府又应该如何保证 其余人民的安全 针对废除死刑的议题 我们也认为 并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处理 若坚持推动废除死刑 为固定国情需要 为能定定及落实配套措施 将可能引发社会舆论反弹 以下是我的参考资料 谢谢大家 谢谢反名高中带来的发表 提醒同学们填写回馈单 接下来我们请教授为我们指导 对于国家的罪法政策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议植 我们所期待的议题 应该有受到公平正义对待的这些 所以议题是非常听的 后来老师觉得你选的三个案例都是有精心设计过的 因为要凸显这个死刑的重要性 然后这里面我想到的是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Holmes他说了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是经验 所以今天你做这个实证研究 就是在收集当代人民高中生 对于死刑看法的经验 而法律是我们当代人或是这一代人的环体 对于某一个行为 或是对于某个事项 能够接受的一个基准点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凝聚社会的共识 对于死刑它到底是应该存在 还是它是一个违宪的这样的行政 然后需要透过修法的方式把它处理掉 那我们是身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大家知道 台湾人民对于死刑的看法 那所以不管是两个人权公约签回来了 但是台湾的社会对于死刑有这么大的 这个 我们说支持吗 还是不赞成费死 所以再度 包括你的高中小论文 让我们知道 年轻的族群 或是在你的研究堂里面 对于死刑废除这件事情 是有很大的肯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发现 那老师也高度肯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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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